我们在北方看这个春节连环呢 实在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但我每年都坚持看 忍着恶心 每年都坚持看 并不是想磨练人生意志 没有自虐倾向 只要是为了尽孝心 难得回一趟家 春节就是天休息 正好是寒假班最忙的时候 就是天休息 回去一天 回来一天 在家里只能待两天 然后陪父母过一下春节 难得回去一趟 你跟他们在一块 他们认为那个节目很精彩 八点钟拿着要空气走不中道了 说子女的出来陪着看还能干嘛 你总不能大年三十二八点钟 你说你们看吧 然后我就睡觉去了 太不像话 其实我一定可以躲在屋里 说几个尖一些些脑子 也比看春节连环舒服 但是为了尽孝心 每年都是八点钟以前 躲在屋里 回身的冷汗 吃一点防偶兔的药 维生素B6 就孕妇吃的 然后拿着一个大拖针 掐着自己的大腿 背状的就走出去了 然后到客厅里 陪他们看四个小时出去 连环非常孝顺 基本上厕所都不去 四个小时一路看起来 越开越恶心 节目是越来越恶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